在台东市区也发生了一起车祸意外 一名无姓男子在清晨驾驶着重型机车 沿着台11线由南往北行驶 经过中华大桥北端的时候 突然自转安全道并且盘到了外侧车道 重机也喷飞滑行300公尺 紧销到场之后这个男子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胜一抢就还是宣告不知 受撞击的分割道 杂草和零件散落在道路上 绵延十几公尺 而车祸的重机就在这个撞击点的300公尺外 可见撞击力道之大 13号早上6点半 一名男子驾驶的重机 往花莲方向行驶在台11线上 经过台东市中华大桥时 就在快下桥的位置撞上分割道 重机喷飞 驾驶更弹到了外侧车道 紧销货报到场 此时驾驶已经失去了呼吸心跳 经研究到场了解 是无姓民众驾驶大型重型机车 沿滩西线南向北行驶 于160公里处 治状安全岛后 唐道外车道 车辆滑行约300公尺 停止于右侧人行道上 经委托医院抽携检验 主册 无姓驾驶未营救 详细造势原因本分局深入调查中 警方经过委托医院抽携检验 该名无姓重机驾驶并没有酒精反应 至于详细的招式原因 需要警方进一步调查理清 同时也要呼吁民众 行经路口及弯道 务必要注意前方的状况 减速慢行 来维护自身安全 记者安吉伦 塔东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